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谈到第十一节公司重整 首先我们先看到公司重整的意义 公司重整的意义是指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 或公开发行公司债的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困难暂停营业或有停业之余 但是有重建的可能性 经依法申请而由法院裁定 免语解体或暂时免语破产 以确保债权人利益 并维持社会经济安定的救济程序 这个我们称之为公司重整 即使你要了解公司重整程序 它比较不像是实体法的概念 它比较像是一个强制执行 或者是破产这种特殊的程序 所以我们跟各位来谈一下 它的概念其实某种程度跟破产蛮像的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做解析 那你先看到有关公司重整的目的 健全社会经济单位 第二个维持企业的再生 第三个清理债务 保护社会大众的利益 这是我们有关公司重整 所预达到的目的 严格说起来 它只是一个程序性的规范 而且这个程序性的规范 真的考试的可能性是蛮低的 只不过因为适逢今年2月做过修正 所以部分同学担心 这个修正的部分 可能会成为国家考试的题目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分 跟各位补充做说明 那你会发觉 我们举几个实物上 你会发觉真正有发生破产的 真正有破产的可能性 但是申请重整 例如你看到黄桐李黄奎 连坐四年假账 虚列营收37亿 公司恐申请重整 所以重整 其实我们要跟你讲 一般我们在强制执行的情形 就会谈到公司重整 强制执行的目的是在 不折损债务人的人性尊严之下 利用国家的公权力 确保债权人的人性尊严 但是我们希望 如果有破产 如果有公司重整 赋予债务人一个重新的机会 所以如果发觉 在执行程序当中 碰到了破产 或者公司重整 你会发觉 近半年十多家上市贵公司 申请重整 银行三百亿的债权遭到冻结 下面还有个新闻透视 注意这几个字 重申的公司重整制度 居然变成了公司经营人赖账的方式 所以呢 早先我们就一直希望 将公司重整加以修正 防范企业加以避免公司重整制度 发生一个躲债的状况 好 那我们当然要跟你讲 为什么公司重整 会构成企业躲债的一个方式 你要了解 我们再强调一次 其实你会发觉 如果我们现在要强制执行 发觉 这一个公司有破产 或者公司重整的情况 它会构成执行的障碍 根本就不能开始强制执行 如果执行的结果 在执行过程当中 发生了破产 或者公司裁定重整 那我跟你讲 停止执行程序也要停下来 这是呢 强制执行一个考试的题目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所以你说 重整跟破产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自己看我们这一边讲义上 跟你整理的重整跟破产 它之间的差异 那我想 因为公司重整 它是一个程序性的规范 大致上是不太可能考到很细致的程序事项 但是呢 有关重要的重整程序的概念 那我就简单的跟你带一次 让你来了解公司重整 它整个流程到底为何 好 那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 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在的公司 财务困难 停业了或有停业之余 申请公司重整 法院呢 认为有重整的可能性 准许公司重整 准许公司重整 法院选任 重整人 法院选任 重整 监督人 好 重整人执行 公司重整的职务 重整人提出 重整的计划 提出重整的计划之后 交给我们在公司重整的时候 跟股东会有一个很相似的 类似的一个机构 叫做关系人会议 如果经关系人会议 可决重整计划 再将这个重整计划 交给法院裁定认可 法院如果裁定认可 进而执行重整计划 执行重整计划 这个重整计划 执行的非常成功 重整完成 重整完成之后 公司回复正常状态 又如同一般的公司 可以正常的营运的 那我告诉你 这几十年来 只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就是 好 3月8日 重新挂牌的东容五金 国内首例 重整成功 其他的我告诉你 重整全部都失败 所以我们跟各位谈到 重整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终止 那我跟各位来谈到 刚刚提到 重整人执行重整职务 重整人提出 重整计划 接下来你会发觉 有可能这个重整计划 没有得到 关系人会议的可决 有可能这个重整计划 法院不为认可的裁定 有可能这个重整的计划 不能执行 或者根本呢 因为情势变更而无需执行 这个时候重整就终止了 重整就终止之后 我告诉你 那就可能呢 接下来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你先了解下 在重整的过程当中 稍微看一下 294条是这样讲 裁定重整后 公司破产和解 强制执行 即因财产关系 所生的诉讼程序 全部都停滞 296 对公司的债权 在重整裁定前成立着 不论其有优先权 或担保权 均为重整债权 重整债权 因依重整程序 行使权利 不得个别向 重整公司请求 所以其实我要告诉你 公司重整 类似是一个 总清算的过程 在这一个 总体清算的过程当中 执行程序是不能开始的 破产程序也不能开始 但是如果 重整终止之后 该进行的执行程序 就继续进行吧 该申请破产 就申请破产吧 这就是我们简单跟各位谈到 公司重整的流程 来 那我们现在看到 有关三 公司重整的程序 我们看大标题 细部的内容 我请你自己看 因为都是程序性的事项 第一个 哪一些人是公司重整的申请人 请你自己看 公司重整的原因 282 申请的手续 第四个 法院的调查以及处分 好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第四 申请公司重整 法院所谓的调查 以及处分 公司 申请重整 法院不管准许或不准许 法院事先应该在一定的审查 但是在这个审查之前 要赋予一定的程序保障 第一个 征询主管机关的意见 第二个 通知被申请重整公司 加以答辩 第三个 讯问利害关系人 第四 选任检查人调查 第五 命令公司照报名册 好 那当然我们跟各位谈到 在公司重整之前 我们可能会怕一件事情 可能会被申请 强制执行 可能会被申请 破产宣告 所以法院得因公司获利害关系人 之申请 一 职权以裁定 为公司财产的保全处分 业务的限制 公司履行债务 极度